一身被穿过的军装能卖多少钱 竟然堪比奢侈品牌 大家好,我是山哥 欢迎来到全美最靠谱的典当节目 典当之星第一季第六期 这个男人抱着一身军装走进当铺 是在万圣节穿着的服装 样式是美国陆军航空兵 从1926年的二战军服 1947年被美国空军取代 是男人在奶奶阁楼里的一个箱子里找到的 包括两个帽子,两条裤子和一件上衣 衣服标签是1942年12月18日 还有标签价格7.5美元 男人也不知道能卖多少钱 反正就是越多越好 瑞克只能求助朋友来定价 经营12年军事用品的保罗对此很在行 这套军装确认是二战时期的产物 并且还是少尉军衔 应该是第15空军在意大利服役时生产的 这是一套非常不错的藏品 尤其是其中被称为粉碎帽子的帽子 要比一整套服装都值钱 这一切加起来也能值800美元 男人洗妆外 比他想象的钟还要多 不过瑞克肯定不会出这个价 照例对面看400块如何 男人没有还价 直接点头成交 接下来是一把70年代的巴奈特弩 说到弩箭 公元前2000年左右 中国首次使用这种武器 至于这把1970年的巴奈特弩 是位于佛罗里达的巴尼特公司生产的 石心王查理最喜欢的武器就是这东西 射速能达到每秒85米 公物本身有70公斤左右的拉力 在西方第一次问世就被教皇宣布为违法 原因是他太致命了 男人想以150美元的价格卖给当铺 不过这个价格貌似都能买一把新的了 所以大儿子准备出价80 男人直接点头 下面这位金店的女士想卖掉他1929年的 雷明顿便携式打字机 雷明顿于1873年推出第一台打字机 当时只有大学习字母 眼前这台打字机的样式 应该是以1923年到1928年的模型为基准 专门为记者设计 相当于现在的笔记本店长 以方便携带而出名 这是女士父母在他十几岁时送他的礼物 希望能卖到5000美元 这东西虽然是个古董 但收藏他的人非常少 所以这个价格瑞克无法接受 他甚至只愿出到100块钱 这类老物件的情感价值比实际价值高得多 女士还不如带回去传给自己的后代 紧跟着又一位女士走进店内 搬来一个箱子 《花花公子》杂志合集 《花花公子》的第一期发行于1953年12月 当时售价为50美分 以言论倾向自由主义文明 其文章的水平一般甚高 《花花公子》内的裸照 以品质高尚乐而不宜作招来 走的是高阁调 中产娱乐消费路线 《花花公子》和他的兔女郎商标 已成为美国文化的象征之一 瑞克需要一点时间来看看这些东西的价值 花费两个小时的时间 完成定价100美元 有些《花花公子》杂志甚至很值钱 但可惜的是 箱子里并没有 100就100 总比卖费只强 下面这对情侣不是卖东西 而是来买东西的 他们看上了瑞克身后的死亡时钟 全称奥尔默卢中 整体材质是杜通筋 制作工艺中有一道是浸泡水银 然后在不通风时再把水银烧掉 这将导致出现大量的汞烟物 吸上一口则牙齿掉光 重则中枢系统和肾脏被腐蚀 大多数工匠因此在40岁时去世 所以被称之为死亡时钟 瑞克开价1万美元 小清理本来是非常中意的 但听完他的历史后 直接打了退堂鼓 说白了就是嫌他太晦气了 这桩买卖也因此黄了 不过接下来又进来一位富豪 想从店里找到一颗乔治杰生袖口 乔治杰生是1904年成立的丹麦银器公司 创始人乔治银森 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 把它称作300年内最伟大的银匠 富豪专注于收集袖扣25年 现在差不多有400对袖扣 每当到达一个新城市 第一站绝对是当地的当铺 瑞克店里还真有乔治杰生的袖扣 卖的话要250美元 根据上面的磨损程度 富豪砍价到200 瑞克没有过多犹豫便答应下来 毕竟买这东西人太少了 少赚总好过有价无市 次日一早又有客人来卖货了 是一把查克贝里签名的分德吉他 是环球公司的认证签名 富有相关的防伪证书 查克贝里是摇滚乐 发展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艺人之一 他的吉特演奏风格鲜明 作品融合了布鲁斯与乡村音乐的元素 善于创作与青少年息息相关 充满时代感的音乐 很多后起的艺人 特别是海滩男孩 披头士和滚石乐队 都翻唱他的歌曲 模仿他的吉他演奏风格 至于分德公司于1946年建立 目前还没有比较官方的中文名字 安哥就以分德称呼 在过去50年中 分德已经成为美国的标志之一 对现代音乐音色发展的贡献 波及全球 并且仍在继续 这把吉他对于爱好者来说 可能是无价之宝 但对瑞克这种大老村来说 就一般般 所以在听到男人想用他换取3000美元时 瑞克果断拒绝 多了甭说 300块卖不卖 那肯定是不卖 男人坚信自己的吉他很值钱 希望他能找到实货的收藏价 接下来这件商品就让瑞克很感兴趣了 一把内战时期的骑士军刀 这东西说罕见也不罕见 不过保存完好的也能值点钱 男人希望能卖出2000美元的高价 瑞克没有当场表态 他需要找朋友来帮忙鉴别一下 肖恩在历史博物馆工作 对于这类物件还是非常了解的 军刀没有出品文书 只能通过经验来判断 启兵军刀大部分修复品和艳品来自印度 他们不太注重细节 会忽略一些英勇的小标记 不过这把军刀显然都具备 看刀刃也能确认他是被使用过的 这更能增加其价值 肖恩认为他在拍卖行卖过2000到4000美元 不过一来典当铺不是拍卖行 二来瑞克也不是收藏家 他需要盈利 好处是这里也没有手续费 也不用等几个月才能拿到钱 1000美元现金乘上 怎么样 男人明显被瑞克说服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成交 接下来的商品是一件印第安图腾 图腾上的头是图腾拥有者的精神向导 动物图腾可以是任何动物 从大黄蜂到大象都行 眼前这个图腾的精神向导是鹿 男人希望能卖到350美元 瑞克一头雾水 他对这个东西一点了解都没有 肯定又得找人来看看才能定价 喊来印第安古董店的店长 克里斯帮忙 眼前这个图腾的元素属于治疗属性 不能光看外观 得从内在的精神层次来判断 这玩意儿咱也不懂 总之就是能值400美元左右 瑞克不愿为这个去冒险 因为能买到这东西的群体太少了 只能带着歉意送男人离开 下一件古董 1916年的国家收银机 男孩的父亲19年 买回家放在仓库吃灰 这个公司1912年出售全国95%的收银机 1913年被联邦政府认定为垄断企业并起诉 1991年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收购 收银机全身镀铬 经久耐用 相比于现代电脑可新造多了 男孩想以300美元的价格卖给瑞克 但老爹一眼就看出 修复这个老物件就得花1000美元 至于修复后值多少钱还是个未出数 所以瑞克只愿意出100美元 多一分都没有 面对这个砍价高手 男孩有些胆怯 100确实少了 你给我一半也行啊 瑞克微微笑 一半就一半 150美元成交 本期呢 瑞克典当铺 花费4万美元买来一套 二战空军军服 80美元买到一把巴内特弩 100美元搞定一箱子花花公子杂志 200美元卖给富豪一对 乔治杰生绣扣 1000美元得到一把 二战时的骑兵军刀 150美元买来一把古董收银机 总的来说还算可以 今天的典当之星到这里就结束了 赚钱的过程是值得享受的 等待瑞克搜罗的宝贝还有很多 感兴趣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点关注哦